嗨 朋友们好久不见 今天我来教你们一个 入门级的铁杆动作 波尔斯莱 首先我们用停车场门口这个杆子 先来做个演示 像这个杆子的高度 大概在我膝盖的这个位置 我建议大家在刚开始训练习的时候 找一个更矮一点的杆子训练习 像这样的杆子就可以 或那个更矮一点的 如果在你平时滑板的环境中 没有这样的杆子 对自己去做一个 就是铁铁啊或者铁铁啊都可以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具体的练习方法 刚开始你可以滑得慢一点 然后在你靠近杆子的时候 找一个切入角落 然后做一个小外段 落到杆子上 再往杆子上落的时候 要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点 假设我们现在已经落在杆子上 你在刚开始的时候 要往前扑的 这是为了避免你后仰摔倒 熟练之后就不必了 第二点就是 在你往杆子上落的时候 不要把板往前送 如果你一大把板往前送 即便你上半身往前扑 你也一样会后仰摔倒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安全失误的示范 博士大爷可以在杆子上坐 但是在台子上 要比在杆子上更难一些 好的 本期教学就到这里 剩下的就是自己去练习了